好 那下面呢 呃 当然 你现在这个 呃 有了电流了 那当然就可以研究 其他东西了 对不对 研究什么东西呢 并不是说有了电流以后 大家就可以 哎呀 现在电已经研究完了 下回该研究磁了 是吧 历史上不是这样的 历史完全不是这样 因为历史上我们发现这个磁石吸铁 那个2000年了对不对 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也是上千年了对吧 你发明以后 你知道那个磁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 糊里糊涂 一直是糊涂 是吧 现在有电流了 难道你就能知道吗 其实也不是 历史上完全不是 例如像大家认为电是电磁是磁 磁这个东西 所以到现在这个这么多年了 这指南针蒙用 这个呢 南边一指 像这种东西啊 可是 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反正会用啊 这里边到底 到底是什么 不清楚啊 直到 这个人做了实验 奥斯特这个人 就是1820年 他做了一个电流的磁效应 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看起来非常简单哦 大概也是他上课就是这么做的 他上课的时候做的 你你很难想象他是给谁上课呢 他他这个人是给这个 中学老师培训的时候上课 他是哪个大学的一个 当时是呃 他是一个无心副教授 不带心的副教授 就是他因为他当时他这个人呢 呃 就是说他是学习非常好的 但是他特别喜欢哲学 喜欢康德的哲学 康德说什么呢 康德说啊 康德说 电啊 磁啊 光啊 这些东西都是有联系的 都是统一的 哲学上也不知道怎么得出这么个结论 但是一般在学物理的 一般大家觉得 这个谁不太信啊 哲学这么说 你有什么道理 说不清楚 但是他信 到处说 整天说 说的就是说 所以别人都烦的 所以等他那个申请那个 就有一个医学系教授去世了 那就可以申请教授嘛 就他就可以申请 这个外国就是西方啊 日本啊 现在还是这样 就教授一个在那儿 死了别人才能借替 不死 永远你就永远是副教授 是那种制度 所以他就去申请 那已经空缺了 本来可以给他 但是呢 他老说康德哲学 别人烦的就可见 哦 为什么烦的 可见当时大多数人不接受 什么电啊 光啊联系在一起的话 其实大家都觉得是胡说话道 不然他不会 如果大家相信的话 他就应该给他教授了 是不是 就这样一个特点 可是 他因为相信的话 他因为相信电和磁是一个东西 你说他怎么干 就把电和磁就放在一起搞呗 明白这个 他就这么看的 他就是把这个磁针啊 放到这个上课的时候给人讲 电和磁是有联系的 然后才说这个电流吧 然后给他当然用的电流 肯定是那福特电池 当时福特电池 你想 1800年那个时候 电池已经20年了 是不是 所以电流已经可以普遍的用了 他现在用 然后一个 诶 持针偏转当时发现 这就了不得的发现了 当时他这个 为什么呢 没联系他怎么 持针和那个电流没联系他怎么能转呢 有电流他就动 没电流他就不动 为什么呀 这不就有联系了吗 他当时上课的时候发现以后他很兴奋 然后他就草草上完课 回家就好好等 好好等时间发现真有了 然后回家写了个短文 短文他就是跟世界宣布 跟欧洲那些国家宣布 电流 实际上 磁可能就是电流产生的 或者是类似于 意思说 磁针在电流的作用下 它是偏转的 磁针不是在磁石的作用下偏转吗 现在在电流的作用下偏转 你说这个电流是什么东西 有可能产生词对不对 这不就在这一下子轰动了 这一下很多人就就是 就是一下把别人的思路就打开了 这个消息传到这个法国 他他实际上是丹麦物理学家 他物理学家他这个 他之所以在大学里面 呃他这个接受那个无心的那种呃 职位他很高兴接受这个职位 而且是 现在你要是请一个人说 你到那儿当个这个给给你个教授 呃 钱少一点都不愿意呀 更不用说不给你钱 是不是 可是他呢 因为他是 他他家是那个 他爸是 呃这个 开药房的 所以他接受他爸的那个药房 他是做药房经理 他一事无忧 小老板你知道吗 所以他无所谓 他对热爱科学 热爱哲学 然后你给我一个职位就行了 我反正不缺钱 然后他就到那儿接着讲那个 接着鼓吹康德的哲学 对不对 然后他就这么老这么一弄 然后现在他把这个重要的发现是太了不起了 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电流和磁是没有关系的 现在我们知道磁是电流的效用 如果你认定电流和磁没有关系的话 那磁是永远搞不清楚的 可是现在奥斯特这个人有了这个发现以后 实际上是开启了一个大门 对不对 他是想活跃啊 他就发现这个东西了 当然他这个别人也知道奥斯特这个人呢 就是不是扎他自己动手那个人 所以前面我说了 他这个时候他也研究了欧姆定律 但是定量搞不出来你知道吗 他不是很扎实 思想很活跃啊 就是他知道这里面肯定有没有搞出来 但这个他确实是了不起的贡献 所以科学上有各种各样的人 有些方向你都搞不清楚是什么道理 谁知道康特怎么想的 就认为电和磁光啊 这些东西都有联系 但现在发现真的就有联系 电 磁 光 他们都是我们现在都知道是一体的 是不是 所以你说这个自然很怪的是吧 你可想的是 当时很多人都怎么看待他们 是不是 但是他是正确的 就好像我们前面给你们讲过 说宇宙是怎么出来的 宇宙是砰 炸出来的 当下的都是都嘲笑他们 所以他们叫Big Bang 他叫Big Bang Theory 他是砰 出来的 他说宇宙怎么出来的 他们开会的时候都开玩笑 那甘伯夫弄出来这个文章以后 他们互相开玩笑 谁上次嘲笑甘伯夫 你知道宇宙怎么出来的吗 砰 就这样 没想到现在是统治这个 现在是最流行的流行 大家都接受了 大家都知道 这宇宙就是砰出来了 所以这个 现在这个我们对这个大自然的认识 有的时候你想想 有奇怪的想法的那些东西的时候 你都不能随便 你知道吗 你都不能认为 你是高高在上 你认为那不对 或者是这个 这个很难的 是不是 当然 也有的东西可能确实是错的 也有东西确实是错的 但是我们只是保持沉默 一般警察要保持沉默 不去批驳他 所以他们有些人可能是很恼火 他们说 你看你们为什么 我认为狭义相动论是不对的 我都发现他不对了 你们为什么不惹 我们也不说你 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对不对 只是我觉得你可能不对 但是我也不敢说你不对 所以你自己搞去吧 好 下面这个呢是这样 有了奥斯特这个发现以后啊 这个消息传到法国 法国有很多聪明人当时 什么阿拉伯 安培啊 比尔沙普 拉伯拉这些 都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像安培这种 都是这个 这属于天才型的 就是小的数学习都特别好 你们这个周围也有这样的 就是学习都特别好 数学物理化学什么 什么都好 他这一辈子在这个数学物理化学 在各方面都有贡献 但是 他认为电和磁是没有联系的 所以没有奥斯特的话 他们就做不了这个 不会有太多的工作 明白这是吗 他一旦知道在奥斯特工作以后 他们突然发现电流和磁有联系 胡青马上做工作 半年就把这个磁线线搞清楚了 这很有意思 就这半年就把这个整整 全部搞清楚了 所以下面呢 我们就 开始 就是把他们半年搞清楚这种东西呢 我们就搞一搞 我们就学一学 就这样 好 好 那我们说 你这个奥斯特的实验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发现电流产生磁场 实际上他也不叫电流 现在我们知道他明确的说是电流产生磁场 因为电流是定向运动电荷呀 所以是运动电荷产生磁场 这个我们现在明确知道 可是当时的人不一定 不一定的 当时因为不知道是磁场啊 还是 磁场这个概念 不是后来法拉第才弄进来的吗 不过当时他也知道电流产生的东西啊 那种东西就跟这个 这个磁石产生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跟那类似于磁这种效应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可以研究它 呃 磁场对于运动电荷也有作用的 安倍又马上发现电流和电流之间相互作用力 磁石对电流有相互作用 那你就马上就知道了 实际上电流不仅产生磁场 电流还在磁场里面受力 就跟磁石和磁石相互吸引一样 电流和电流之间也有相互作用力 那这些东西他都马上都知道了 可是呃 你当然你现在我们现在的角度不能完全严格按照 他们当时的那个历史发展角度那么高啊 所以我们现在是呃 呃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觉得呃 呃 这个磁场这个理论怎么建立起来 稍微严格一点呢 我们跟电厂方式一样 就是说 我们现在知道了电流是产生电 在磁场的这个源 然后呢 我们想 电流产生磁场 那呃 呃 你得表证这个 这个厂的强弱呀 那怎么表证啊 电厂的时候不是有引入电厂了吗 拿个这个 拿一个这个试探电荷 这个电流的时候呢 呃 磁场的时候呢 我们也得引入一个磁场 可是不幸那个历史上啊 因为有磁石 磁石外边的那个东西啊 叫磁场 那个实际上后来发现那是H 还不是严格的那种电流产生磁场 不一样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 把这个名字改成 磁感强度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 我们说的那个电厂 是平行的概念 明白这是什么 它是表证磁场强度的那个 磁场强弱的那个量 这磁感强度 那这个磁感强度怎么定义呢 我们就这么定 根据这个 呃 磁场强度 后来发现呢 运动的电压在磁感磁场当中 磁场是这样的东西 这个当然稍微复杂一点 可是 我们用这个力 用这个方式 定义磁感强度 实际上不是啊 实际上当时不是这样 实际上安倍当时用电流磁力啊 什么东西 可以去电流源磁力 然后定义当地的磁场 可是电流源磁力和电荷磁力 运动电荷磁力是一回事 我们后边马上会看到 他们是一回事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电流就是定向运动的电荷吗 是一回事啊 所以我们用它来定义这个磁感强度 磁感强度这个呢 它有一个 它也叫磁通密度 就跟电通密度一样啊 磁通密度 这叫磁通密度 电通密度 记得电通密度吧 电通量的密度 这是电场 磁通量的密度 不就是磁通量吗 就是磁感强度吗 是这样啊 那么我们现在呢 啊 关于电荷在电厂中 磁场中受力 我们就都知道了 在电厂中呢 这个受力 它运动的话呢 在磁场中还受力呢 这就叫劳伦之工事 我们在这今天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实验 这当然这个演示实验 当时是根本就做不了的 都是后来现在 就是很后来才能看到的这个实验 这个加上高压以后啊 这个地方呢 就会有这个 这是这个阴极射线 然后它就会把那个 加上电压 然后你这不是电池高速跑出去了吗 你电池跑出来以后 一加速不是高速就运动吗 高速运动的话 它 它这个地方放在樱光粉什么的 电池打上以后 你就可以看见蓝色的线 那看见吗 蓝色线实际上是电子这个线 电子线 所以看见中间的蓝色线吗 这个灯如果是关上的话 会不会 效果会好一点呢 差不多 所以现在这个 你看蓝色这个线 现在呢 你看 你这个不是运动的电子吗 在磁场当中受力 对不对 磁场的话 VXB 不是右手螺旋吗 电子往那运动 是不是 如果这个磁场这么加的话 这不是 这个红的是N级 这是S级 你这么加 你看 蓝色变化速度 你看 弯曲了对不对 因为你这样的话 磁场是这么过去的 对不对 那电子这么运动 磁场这么运动 可是 还有一个电荷是负号 刚好上去了 所以这么上去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上去了 看见吗 反过来呢 就下去对不对 如果这样的话呢 没了为什么呢 因为跑了 你这样也是 也没了 这样 就跑了 你知道吗 就这么跑 这么跑 所以他就看不见了 所以你这么这样的话 你看 剩一点点 实际上跑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实际上是 罗伦兹立的这个 实验演示 这个公式呢 实际上你一看的话 你当然一看很简单 这是中学好像都会了 是不是 可是从理论道理上看 这是非常非常有 有 那个内涵非常深刻的 这么一个公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罗伦兹这个人 就是我们的 狭义相对论的 罗伦兹变换那个 罗伦兹 所以狭义相对论 差点是他发现的 对吧 所以他这个人 非常非常厉害的 罗伦兹这个人 在理论 他也是属于那种 学习特别好的 然后理论非常强的 数学特别好 各方面研究 都是特别强的 现在很多 关于电子的量子理论 都是从他研究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 你包括电磁质量啊 这些概念 都是在他这个基础上 弄出来的 现在我们 不说别的 这狭义相对论也说过 他很厉害的 就差一点点吗 可是现在我们就说 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 为什么我们说 他内涵很深刻呢 电磁学 有电厂和磁场 现在我们承认了 有电厂磁场 可是刚开始的时候 你认识他 怎么认识的呢 你认识的时候 是库伦兵律 有电荷 电荷之间相互作用力 是不是 磁是什么呢 磁时之间有相互作用力 于是他假设呢 磁时周围可能有磁核 他是这么想的 所以呢 很多人就考虑 我不管你什么 厂不厂 他不想这些 他就认为 我这有电荷 这个电荷之间相互作用力 磁核和磁核之间相互作用力 这些人都包括像这个 很多像 微博啊 IMPAY啊 这些人 都是点原派的人 他不需要电厂 可是另一部分人呢 你包括法拉第这些人 后来麦克斯韦这些人 他认为 这不可容忍 这一个点电荷 那个点电荷 他受力中间空的 就什么都不需要 就有个受力 不行 必须中间有电厂 必须有磁厂 所以他是厂原派的 但是这两个派别争论 几十年 对不对 你知道电池学建立 经历了大概一百年时间 从这个福特有电池开始 一直到麦克斯韦总结 麦克斯韦电池波 麦克斯韦电池方程组 将近一百年时间 中间他们有这个争论 争论半天 后来发现呢 你不好说他错呀 点源派好像不错 为什么呢 后来你发现了电子 就是真的物体当中 是有电子这种东西的 真的有带电粒子的 真的有这种东西 自然间有这种东西 这一切出 从这个点源这个出发 你也不好说他不对 是吧 厂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 你描述电厂和磁厂的时候 我们有比如说 通量还量这种东西描述的话 当时非常非常成功啊 是不是 你也不好说 这个 你一定要不好说 拿数学上弄出这些东西 你说他没有 也好像不好接受 所以这两派一直是 这个 大家都互相不接受的 对方 但是你看 Long's公式 你看这个 他实际上是统一 你说点源有没有 Q 看见没有 点点点 他是有的 长也有啊 他把这简单的这个给他统一了 你说的点源的人 我也没说你错呀 但是我是说 因为你这个点源产生电厂 然后 他实际上是禁锯效应 对不对 他是倾向于这个 这个 厂 厂这个 这个观念 但是他不否定这个源 所以这个公司 大家出来以后 大家都接受 大家都高兴 所以世界上 这个很多事情呢 就是说 大家 你包括你一回想 比如说 光的本性 威力啊 还是波啊 翻来覆去翻来覆去 现在看 又是波又是威力 很怪的 对不对 很多事情啊 他是 里边过去说 旁古开电梯 你想这迷信了 旁古开电梯 跟那个宇泽大不炸 不是也差不多吗 就是很怪的这些事情啊 所以 那么现在这个呢 就是 有了劳伦之力 那么这个劳伦之力 实际上是这个 电磁场力的 作用力的基本关系啊 这是非常非常 基本的一个式子 另外 他是相对论不变式子 这个相对论 狭义相对论 变化下 他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观星系有这个力 在那个观星系 他也是有这个力 对了 顺便想起来这个事情 这个有个故事 去年发生的 去年那个 有一个美国教授 在那个 Facial Related Facial Related 是一个国际上 顶级的物理杂志 他发表文章 他说 劳伦之力 有这个持戒指的时候 这个应该修正 他是不对 然后他搞了一个什么 这个什么东西 现在咱们时间不多 而且我们 持戒指还没学呢 所以说起来比较困难 不过那个论文你可以读懂的 以后啊 以后可以把他的论文给你们挂到网上 他说有点错 要修改 这这怎么可能啊 是不是啊 你想想看 这经历了这个一百多年了 是不是 然后 呃 大家就 找他的毛病 是不是啊 但找他的毛病 不是很容易找的 是不是啊 结果我发现 后来网上就发现 有很多人找到了他的这个毛病 其中包括我们物理系的一个学生 物理系那个学生去年一年级 在我那个班上学电子学 我就把那文章给他们拿出去 你们读 我说这肯定是错的 你们查查看里边有什么毛病 肯定能找到 那结果那学生找到了 写了一个毛病 他说你毛病在什么什么地方 所以你错在什么地方 结果他一把文章发出去 一看 那个referee回来回复说 啊 批判那个文章太多了 就是 就说他那个错的文章啊 就是批判那个 就是这个学生做的工作 没没问题的 他挑到了那个 就是那个美国教授的错误啊 也是挑对的 但是 你挑对他也挑对 大家都挑对 他说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发一两篇呢 不能发太多呀 所以我只能挑一两篇 就是这个学生的文章 就没挑 所以 就有这么个插曲 所以咱们的学生很烈 你们 你们也不要对自己 你知道吗 你可以做点事情 有的时候 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啊 你可以做点 包括你看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鼓励 基尔伯夫21岁 对不对 发现那么很很重要的定律 好 今天课就到此 谢谢大家